講在你也差五塊錢耶 哦 哈哈哈 謝謝 謝謝 請問 請請請 車子要關注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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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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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尊 那天要坐到高鐵站 你預估它幾分鐘 觀光啦,大概34 差不多是34左右 這個速度就是類似 就是澎湖縣過松山機在後面 可能搞不好還更慢一點點 可能還因為它新的設計 它這個可能全部是電腦控制 全部用參數來控制 參數還不一定 在重量之下 可能還不還在移 今天第一天還移 它是沒有駕駛的 台北應該全部都是總統的 它剛剛車廂沒有寫說 它這個總人做什麼 應該有吧 現在最好奇怪 它電腦控制怎麼完全在這裡 我到底想跟它正向 所謂說它的正向位置 我說我們參與 前面是預留的 就跟文無線一樣 前面是預留的 你看那個 挺準線在這裡 蛤 挺準線 可是阪南線不是 阪南線就是幾乎到第一個 對 因為阪南線沒有預留 它是前後有預留一些些 跟文無線一樣 那以後就可以過床 基本上 很難啦 因為文無線人家也 也有這個問題 它那個要 整個系統 整個核太難了 因為你四節跟六節 那個多出兩節的控制 還不如蓋新的 那時候 柯兵那時候有評估說 有問題是 你要有廠商感接 增加的風險 跟你自動控制的變數太大了 對 那就是現在 就是靠這種自動變數在 在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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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潤掛分 長期的維修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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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台灣很多機械廠 他們真的自動公司 大概五多一些 因為他們公司 公司太小啦 他們養不起任務 那時候 就是 全部外包 很高 很高 不足 有 很高 有 有 很高 真的 很高 真的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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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個應該不算維修廣告 中間啊 那個 部障零食在上面走 網路線也有 所以有一些地段 空間夠的話 隨便便 部障都 他直接演練過是另外一台車來接他 到那個 下一站 比較不會 不會說放在中間 因為放在中間你這邊要斷電話 你危險是不是 對 它的高度跟月船是一樣 他這個軌道有比台北更棒嗎 都一樣都標準管 14 1435還是多少 可是他不是有波多系統 跟日本系統 全世界都都一樣 基本上都是標準管 台鐵算 台鐵是 1023 我們台灣算載軌 對 青軌高雄捷運 台北捷運 高鐵都是標準管 都是標準管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麼多投票我當然不知道 系統歸系統 一個是 一個是軟體 我們把揮著軟體硬體的方式 控制系統 我不知道這個控制好是日本 不是他寫日本電機啊 三零電機有沒有 那車廂前電機 那是廣告 那廣告 不是他承包廠商嗎 不是 還有那個富邊大 還有什麼 大型冷氣 那個反正四節還五節 廣告的 因為我看他車頭就寫 我以為他承包廠商 沒有 這個好像是 這車子是Kawasaki的 從日本 從日本 進來 他這一趟 文湖縣山最遠的吧 到淡水 不是 你是55吧 你是從最遠 好像55 台北 台北 剛好是30 就是50 輪到藍口 這樣好像是50 53 54 54 我剛有這個已經看了 你有記得台北這樣最貴是5戶還是60 我現在忘記了 55還60 因為這兩個已經就是回來台中住之後 就沒有再上去 沒有 其實你有的通緝就買月票了 對 要不然就 你今天常坐就買一日票 120 他可以做一日票是120 就對了 對 台北一日票120 快14小時 100 250 他還有分那個時間調 跟日本那個一樣 對 跟台北一樣 台北現在也看 從頭到尾50 50 半個小時 多虛 怎麼講 六層開門 做完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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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左手 左手 因為他被講 怎麼講 就是說 他其實真正從我們剛坐車的地方 他是70га 快速到路 快速到路去自後到高一點的話 如果完全都不需要降速的話 就維持七十到八十塊 或到十溫州就到了 從這邊上高架橋 松阻高架橋 最近才重新開通 松阻的台鐵 做台鐵松阻到新屋日 多少時間就知道了 沒有 這個繞到台中市就很遠了 沒有 可是你看 其實差不多去 可是少那麼多站 對對對 算一下差不多 因為它距離已經好像差不多 對對對 可是它少了這邊停車的時間 因為它這邊停的站長時間長 這個時間短 所以算起來這兩個時間應該差不多 好像快一點 對 那只是說你普通車的話 你到台中站要停久一點 對對對 一般來講你可能要等那個 自甲拉林去過過 錯車 因為這兩個站是只有那個 區間車有停辦 可能差不多 可能快一點點 會快一點 才一點可能 問題是它的班距比它多 一定的 對 它這個一個小時差不多 最多四班 對 所以你能夠做到 或者是去見風時間 可能兩不七六班 絕對不會超過六班 就是四班 甚至有時候 它從今天封五分鐘 離封七分鐘 對 捷運 因為它到最後它幾乎都是 一對一嘛 就是沿著 那這邊幾乎是 等於就是 像一個離行 幾乎它的路線是一樣長 74號是這樣子走 喔 74號是這樣子 那這個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如果就不塞車 因為主要是你要改變人的生活習慣 對啊 高雄為什麼那麼不容易改 就是說 高雄開不容易改 台中可能還勉強可以改 因為台中已經 有一種 集中生活型態型了 你懂得 像台北你開車出去 你為了要進把握公司 講一點點聽 找不到停車位 對啊 你開車怎麼就等了四十分鐘 你還沒辦法下車 對啊 台中現在就是在台中港路這邊 台灣大道一定有這種狀況 喔 你普通大那個Costco 南德那個Costco的話 基本上 你如果說等著平車 沒有等超15到25分鐘 你騎不進去 台灣的消費真的是 台灣的消費習慣跟消費人力 他在大門 你知道他這一條花了多少錢嗎 我們新聞 這邊要查 蓋的蠻舊的就是 對啊 因為這樣這一趟回去 我的感覺就是 可能我靠在這裡也有關係 可不可以用手把給 感覺上他的前後啟動 或者是鞋子當中的那個 Balance 就是擺動不會 不會那麼大 像我剛來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在這邊 我從中間上車 所以一定不拉的話 基本上他的啟動 就擺動很大 那現在可能在這邊的時候 就不會有注意到 如果有注意到說 他的那個客戶 他這個客戶 這條線這麼短的距離 這種客戶啊 就是說 我這邊就整個兩個 三個 大腕道就是三個 這邊一個小腕道 先花這邊腕 那如果你不是從柔人養 那是進步你的意思 一定可以的啊 一定可以的啊 文新公園 文新延威 為什麼這兩台那麼這兩台 要監工時間了嗎 我剛剛是從這個 你看 如果真的要挑剔 我個人就說 因為文新公園 是一個台中 一個整個 類似 說 它有辦一些 有兩台車 比如它是一種公共區域 然後辦燈會 離地公共 那整個裡面就一直出來了 是喔 他捷運站只有一個出路 所以說 我剛剛一上去 我現在說 喔 你塞了 因為這邊就是 文新公園 因為這邊就是七級 台中最貴的那個 第一塊旗 從這邊過去就是 一個六桶 就是台中七級 那個最精華區 你從這邊上車的啊 對啊 因為我們住在七級的邊緣 我們住在靠近七十四號的邊 喔 它只有一個出入口 而且它兩邊 除非你上班的地方 是在整個沿路上 對 或者是說你住在這邊 要去搭高鐵 對 比較方便 因為真正的人口幾公區 這在大慶 大慶的 這邊是新生的 所以它新開的站 大慶的站 大慶在這邊 大慶 你看 因為這邊東天算清華地區 人口不可能成長 喔 它真正成長跟地價 就在大慶這邊 烏日這邊 跟這邊 跟中族這邊 喔 就是靠近 就是說 我們講的北區北屯 到豐原那個攤子 再過去中間 以前就是 早期發展到中間 那剩下那個一些那個 半丘陵地 或者是說 比較外圍的 房子有在蓋的 都剩下這兩代 對 人口有可能增加的錢 對 因為現在不准 現在是因為不用票 對 你真正收票之後 你的 人流 大車人 對對對 它不趕時間 如果真正 你如果說不是要用到這個 它不會趕時間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說 因為在這個 像去年的燈會 就移到這邊吧 台中的燈會 就在這裡 它只有一個出入口 那你看看 這是一個四十米 台中最精華的 雲心大道 那你今天如果要趕車 跑過去 跑過來 因為你 這邊是公園 這邊等於 純粹到這邊的人 出口是這一側 還是這一側 這邊這一側 那這邊是生活區 喔 那你跟蔣燃店 你如果問他上車 你要過嗎 大馬路 你們學校什麼 那 他的設計的時候 對啊 所以我剛剛下車就是說 你們 趕快一點點 因為今天 只有一個 是不是 因為他先 因為看起來 他沒有 幾乎沒有醫療 因為他這邊的話 所以你有空 你可以下去看看 我一直說 他的硬體 他只有這一站嗎 因為有時候看這種的話 它是一個廟 對啊 那這邊就精華機 市政府 新的市政府 公司的交流 不幾年 前輩子 18分 可以一下 現在這邊又退起來 市政府 市政府 他們今天沒有 對 其實沒有 我這邊比較大 就是那個 營業廳 那 那個 那個日本人帶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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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開始 這邊 你看過去 六手邊 全部就整七曲 七曲 這樣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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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 從這條路隔進 這邊 又是很大的 上路去 這邊就是一般人 還買得起 1000到1500 小見一點 那也很貴 我照常的禮物 就是 對啊 對啊 就是以後年輕人 真的是不小心 對啊 這個 這一個 佳樂福 這一個 佳樂福 這邊 向這邊 路邊 路邊 這邊過去 路邊 地平30平 這邊 一動就要 十千五到五千 這麼貴 七曲 喔 這邊的 屋齡都很新嗎 平均二十年之內 最長的應該二十年之內 那我們是 我們那個是七曲的 隔路 路這邊七曲 路這邊過兩個 第二條路 但是我們是二十五六年的房子 差不多 現在也差不多 二十到二十五 二十五六年 這幾年又長起來 好 好 就是這一台 三年電機 這打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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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想 這麼快就打廣告 所以以後變成都是這種 因為它兩節 要彩繪的成本相對 不然 成本會比較低 要兩節 就整體性的那個 對對對 因為你兩節就可以包一台 你的那個 它是用這種統包式的方式 我不知道它怎麼算 可是至少 你那個輸出成本 就比那種七節 這裡面開啟 就是一個 說大不大 但是它有那個 這是表演館嗎 還是什麼 對 就是 等於是 半路半露天的 所以它是去年的燈會 就在這邊 文心森林公園 這是有一個 是什麼點唱會 有個草皮的 不是特別很大 可以算是 你看它這邊 麻煩就是 就有這邊的出入口 那那邊 要走過來 這邊從 從這邊上來 走到這邊來坐車 是不是那邊太靠街了 太靠街了 這個路的這邊是學校 這 就是大新 我想 照理講它的重地有退縮嗎 它這個人心大 可是我不曉得就是 他們那個當初 怎麼就 因為你借學校公有用地 你把那個 講來念你 從這邊切出個二十坪 做一個動線 啊 因為你 一個學校至少有 一百米的 重寬嘛 是不是這樣子講 到一百五十米 看你學校的大小 那你挪出一些做 講那一點 你出口 或者是 臨進出口的暫停 對啊 所以我剛剛走進來 你看所有的東西 就像那個 你今天文湖縣 這一段是不是那個 宗教東路 對不對 另外如果那個 東萬 那個今天 兩邊的東線交錯在一起 謝謝 那當然這邊的人 人是只有在辦活動 才有那個提醒 喔 因為公園縮大 也不是特別很大 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二十坪 到這裡大概二十八坪 知道嗎 大概二十五坪 二十八坪開的車 你這個二十坪 你這個二十坪 你到這邊已經二十坪 四十坪 沒有六站 對 對 我會趕快嗎 他就是還沒下來 右側開門 右側開門 你的樓盤 右側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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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那邊的生活動線 我們就比較不要 因為我們對這邊的生活動線 比較想要 對 他這邊真正的發展 像這邊的中科 很多中科 因為這幾個就是中科 中科的代狀 他們工廠 因為他這個中科的整個工廠 是沿著八卦三百 還有分很多棋 那哪一棋的聚落 感覺說他的就業人口 比較多 就業人口比較少 跟我們就沒有了解 其實他 那種都是新興的產業 因為台灣真的強 交通的 針對這交通 不管是鐵道啦 通路 我覺得只是 給大家非常大的方便 但相對的這些情侯的話 之後 自己 自己的 一些教育費用 你的工廠費用 不想放流分被比 現在的小孩也少 對啊是少啊 可是你今天講那些 螢幕落差大 裡面有沒有那個機會啊 變成這個麻煩 就像我 因為我剛剛是國中第一屆 我從那時候就很明顯 就知道說 教育部跟我們講 就是說以後啊 考試壓力不會那麼強 怎麼可能 我今天來養大小朋友 就已經脫離了 讀書的時候 現在換孫子裡的 現在搞的 還有學習力程的 靈體控告 我真的是 真的是 學一些其他的 嗯 然後那些有的沒有的 下斬 霸氣 南京神 霸氣 好大白天 嗯 你做這方面的資料 報導跟收集做幾年了 應該有一陣子 九年四年了 啊你以前本業是做什麼 就是美金 哦 這個以前就叫做九樁 對 搞得就是 但是比較主義 那以前是主義 是不是算台中市的區塊 我就很難講 因為那邊以前 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禮什麼禮 比較早期 但是它已經很熱鬧的地方 它非常靠近台中市 這裡啊 對 因為它比烏日還更 更靠近台中市 哦 就是說它等一句說 因為我們以前叫做 像台中有一個很有名叫 明道中型 對 現在叫明道大型 它整個教育系統 它已經在類似在那一個 已經 剛好在那個交界地 在這一代 明道 明道它的根基地 就在我們俗稱的 復興路 就是台一線 喔 台一線之後 從北到南之後 穿過台中市之後 就亂到交際了 我們就俗稱復興路 以前的那個 講就是 台中最有名的那個 大學的女生 女孩子的大學 已經叫做 聰修是不是 不是 我忘記了 現在搬到 也是搬到那個 大杜山上面 中興嗎 不是不是 現在也是難以分析 因為這在復興路上面 那個 台北是 台中 靜宜是不是 哦 對對對 台中有一個靜宇 以前我記得是女子 它這個復興路上面 對 其實那旁邊是一個兵工廠 早期那個 天荒的 天荒的 天荒的有一個 那這個整個測掉之後 現在是 以前那條是屬於 邊緣地帶 因為台中是 穿過台中 又重視這樣 那三明路 那邊現在幾乎 落後 大家原來的地圖都是有限的 他也不一定要靠這個去環境 要找到 後站 那現在後站打通了又更得大 對 這邊大千 就是現在中國醫藥協業 中國醫藥協業 中國醫藥協業的那個 中山藝專 這邊有一個 也就是說 一個屬於交血醫院 那這邊 那這邊重化區 這邊再蓋起來 這邊又能下的這整片 都空了 都空了 這重化區 之前是不是台糖 這個就是老景 因為它是 現在還沒 現在都空了嗎 對 要是空的 這個 這個真的 因為整個帶動 因為74號 74號在整個賽狀旁邊 他就整個空地的椅子 像比較靠近水藍 還有金貓科學元器在那邊蓋 那個吳志銘下來 他這個全部都新 那是多下 是空地 嗯 可是這附近生活技能還沒起來 還沒 在這一塊 在這一堂 對 他就變成說 好 給你一個休閒地方 或者是說 他的空地比要求很高 變成講來念 你就是說說 裡面有畫多少住宅區 生活區跟著 我們就不曉得了 但是相對的 你整個就是說 以前這些人 他的地價 可能是 現在變成 3到4 沒問題 第一條就 74號 74號 這進入就是 總共就是 這邊還有紅天 對 這邊算工廠嗎 小工廠 可以 可以 就是成功嶺就在這附近 喔 現在到這邊算烏日 在過去就是 快張烏日 這邊 以前這裡應該是算台 不然開動是來 開動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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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站 現在今天 他有 還有 還有三站 那個 我看他的車子是在車子上 那個 站9點多站9點 九德9點4點 我們要到前面這樣 他以前是不對全國開放 明年開始是對台中市民開放 因為他要虧損 就是他目前開座了 所以說我們台中市民要重新拿證證 認證市民卡 重新認證市民卡 啊你看呢 U-bike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就U-bike確實的推動 給大家 給都市 確實說 那我們下一站 對 就剛好跟那個無日車站在一起 那高鐵的話我跟新無日車站在一起 就剛好在一起 那我是結論他 其實台灣 台灣很多空地比例 都連在一起 都是蓋成這種超高型的 真的是 甚至到民間南投的鄉下地方 都蓋這種地平20坪 是神頭的王子 真的是台灣人的這種美學觀點 或者是說什麼透天 沒有啊 真的是笑死人 這些地平都不到20坪 當然你剛才都市還有話想 明天到民間南投 國姓那些 或者是說南部的旅港 你有很多這種概法 還是因為他人間地就那麼小 叫南部去有那麼難 這樣有那麼貴 我意思說這個 對吧 我意思說他們整個這個 整個真正從 麻煩的就是說 整個真正的那個專業人士 我意思說 他是靠這個吃飯的 他專業到做專業呢 這是他自己的本事 他至少裡面拿出來說 我是健身公司 我是健身公司 我意思說 用這種分類就對了 他們的旅包怎麼會那麼弱 這麼弱 隔音牆放下來 這邊才能 這邊當然 沒有獨處 還是有一點 這高鐵 這邊很像是建國啤酒廠 這塊比較獨處都沒有錯 就是烏日啤酒廠 烏日啤酒廠 如果 不認為沒有錯 前面就是烏土廠 這是以前那個 海鐵的那個 工糧廠 這塊不清這塊就不太行 那這邊有一個工糧廠 對 有一個工鐵廠 工糧廠 還是說因為那時候蓋這些工地 就是烏日啤酒廠 因為這邊最早前 短腳有一個兵工廠 縱貫線上面跟那個 台鐵前面這條溪的 出的烏日香的右旁邊 這邊也是一個 兵工廠的一個 一個 兵工單位的一個 一個休息區 十六 剛好三成三十五分鐘 三十四吧 對啦 三十四 差不多 二十八 二十八五十六 剛剛二十四 現在這邊路是三十五 你的最準 剛去的時候也大概三十五分鐘 基本的車應該都差不多 三十五 他不可能弄個台武器 他不可能弄個台武器 這就是跟烏日火車站共共 來一點高鐵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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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站 下車時 請記得 專點站清車嗎 當家會從左側下車喔 HSR Taijung Station The Terminal Station Please remember to bring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while aligning Thank you for taking Taijung MRT 做了 好 谢谢大家